缘合 原核要去调节基因用或不用 使用的是操纵组这个架构 所以接下来谈征合的部分 征合的话我们用之前有用过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把它补其他的相关的内容 就是412页到413页这个地方 从转入那个地方开始谈起 因为基因表现就是在谈 你从DNA然后转入 然后这时候可以产生保安DNA 然后再利用保安DNA去产生多态电 然后这个过程称为转逸 这个架构就是所谓的基因表现 就是我们把基因实际用出来的样子 那因为所有的细胞生物都走这一套的流程 就是透过转入转逸产生多态电 那多态电后来变成蛋白质 蛋白质就可以拿去用在特定的地方 所以这个架构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运作的一个核心 所以你要把它叫做是一个基因表现的过程 也可以 那因为那个毕竟牵涉到多态电的合成 所以也有些那个观点 就是直接把它解读为它是一个 蛋白质合成的过程所要经历的过程 这样解读也可以 那这也是一个表现生命现象的基础 因为你把那个多态电做出来 多态电变成蛋白质 然后假设这些蛋白质 基本上可以做出细胞 可以让细胞运作 对不对 所以那是表现生命现象的基础 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个架构叫做什么 就是那个中心法则 前面可能还会关上什么 生物中心法则 遗传中心法则 那不管 就是 比较简要的说法 就是叫做中心法则 就是地球上生物基本上都走这个架构 来把遗传给用出来 那既然架构相同 那缘合可以用操纵组 那真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就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真的走的调节方式很多说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 当初为了一个目的 已经先讲过其中一个环节 好 所以假设现在呢 在DNA的某个地方 的某个段落 是特定基因的位置的话 那 那个 LNA聚合每一样进来开始工作 就是要去做那个转路的时候 那它会从哪里进来 这点 增合跟原合倒是差不多 那个转路开始的那个地方 通通都叫做起 起动子 那 转路开始那个点 那个DNA的小段落 通通都叫做起动子 那 真的起动子呢 有一个 可以用来辨认的特性 就是它在起动子的内 里面呢 通常会有这样的特质 就是它会出现那种T 胸线密定 线标0 胸线密定 线标0 然后呢 重复N次 那这个N的数量不一定 所以 这样的一个重复性呢 就会带有一点规则性 所以一般 在找起动子的时候 真的生物的起动子的时候 他们会去认这个东西 叫做TATA BOX 这是启动了 真的生物起动子内的一段 特殊的排列组合 所以这个有这样的称呼在 那 但不会只有这样 它还会有其他的变化 好 所以这是启动子 然后 所以这个地方会是RNA 聚合铁进来的地方 你看 好 可是你看 真核呢 把那个基因用不用 放在什么地方呢 它把它放在启动子之后 构造基因之前这个地方呢 还会有一个操作子 然后它利用那个操作子 跟抑制蛋白的结合关系 来去想办法 看看要不要卡住 保安内聚合铁的工作 对不对 可是真核不是这样子的做法 它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基因要用的时候呢 必须在细胞里面先有特定的成分的配合 好 那这些成分呢 很复杂 它是平常的时候呢 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小单元的组成 那它们可以进来在启动子这个地方 开始去做拼装 OK 你把它拆散了 每一个都没有比较完整的功能性 可是一旦它们有机会在启动子上面组合之后 那可以做一件事情 通常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想象 就是说 我先呢 把内的基因前面的启动子呢 先标示位置 然后接下来 好 那聚合铁呢 就可以从这个地 感觉很黄色 好 好 那聚合铁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进来 然后准备开始做转入 好 所以这是LNA聚合铁的话 你想要让LNA聚合铁开始转入某一段LNA 你得先让蓝色这一些相关成分 然后在启动子这个地方组装完成 所以这时候LNA聚合铁才有办法挂上去 所以反过来说 这些蓝色的成分组成 如果不存在 那么LNA聚合铁就不会进来工作 从这个地方就马上可以看得出差异性的 所以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就把它称为 一个箭头就好了 所以 真正生物要调节基因里面 就是那我就有选择了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让这些成分进来吗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成分称之为 就是基因表现调节的第一道可调节的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让LNA聚合铁可以开始转入的可能性 那决定于这些转入 决定于这些转入 决定于这些转入因子到底存不存在 所以你想要让某一个基因开始使用的话 你得先让这个基因的需要的转入因子先进来 然后不同的基因需要的转入因子就不一样 然后呢 这些转入因子常常不是单一成分 这是最困扰的 所以如果它是多成分的组成的时候呢 你必须找到这些所有的零件 然后呢 让它们在启动纸上组装完成之后 然后那聚合铁才有办法挂上去 这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所以什么东西像是转入因子呢 比如讲 比如说 其实你们以前就学过一个转入因子 就是生长基数 这样基数的话 要促进生长 要先搞定谁 以人体的生长来说 你最近没有搞定的 就是骨头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刺激那个硬骨末端 那个软骨区 然后能够持续的往外推出去 然后那个长度才会发生变化 所以骨架长长了 你身体上要长高的 长高长壮的这个可能性 OK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刺激因子 而这个刺激因子呢 基本上呢 会刺激细胞不断的增生 然后那个发展分化 OK 所以像生长基数 其实它就是属于转入因子之一而已 然后可是麻烦来的 他们后来发现 这些跟生长相关的 这些转入因子 不是单一成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生长基数是一个很红的 应该说我回过头去讲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其实算是一个很红的成分 为什么 因为这现在就很奇怪 就是说 这有些人确实 就是在这个部分会有点遗憾 那还有这样的需求是情有可原 对不对 那很多人这个部分没有遗憾 他也是想要来一下这样子 所以就是 就是其实 就是很多人会看到那个散机 可是你看 如果你有听过有人去打生长基数的话 就会发现怎么搞了真的四十几二十万 然后呢 因为二十万的话就要涨0.5公分 你看 不如 用个鸡排 牛排 交替享受一下 对不对 还可以 有非常高的满足感 对不对 搞不好因为鸡排 猪排 牛排 对不对 里面那个 因为那个什么 当初饲养的时候 用了比较多的生长基数 附带获得 对不对 享受也享受到了 然后从动物当中拿到的生长基数 搞不好 意外还可以长到0.8公分 你看多值得 好 好 好 OK 所以转入因子基本上会有一点麻烦 生长因子基本上很多人在做 但是没有办法绝对成功的原因 恐怕就是在于 这些成分实在是太杂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拼凑出那个完整的 好像是会有一些困难 好 所以 真正的基因表现层级的第一个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你要不要刻意想办法让转入因子出现 当然可以电脑过来 你可以刻意想办法让转入因子不出现 所以我这样就可以去调解 所以细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在第一个环节里面呢 转入 就可以调解了 好 那假设现在呢 所有该出现的转入因子 通通到位 RNA讯合没开始做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应该就会有MRNA出现了 好 所以现在MRNA出现 好 要怎么样 这个MRNA 它其实只是一个原 哇 这字太近了 只是一个原版的 MRNA 你从真正的转入出来的 MRNA 它只是一个原版的MRNA 未经修剪 好 它会有几个明显的问题 好 就是 起码两个要做的事情是 这里面当初那个基因的段落当中 它又分 比如说第一段里面 某一段里面的内容 它的核甘酸排列组合 是将来用得上的 OK 那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叫做 Y 弦子 算了 先大字一点 好 那有一些段落呢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区域 可是它就是存在 你看 我们就把它叫做内含子 或者叫内叉子 对不对 好 所以 最初刚产生的这一条MRNA 它显然的 真的不能直接交给核糖体去解读 核糖体的转译工作 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很呆板的这样子 就是密码子 一组一组判读下去 每判读到 就是抓到一个密码子之后呢 就去找到这个密码子对应的TRNNA 然后接下来把那个TRNNA 手上有的那个氨基酸 开始逐步的挂到多态电上面去 它就是只会做这样的工作而已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判读说 你到底哪一段是属于那个有密码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没有密码的地方 这是超乎核糖体的能力范围之外 所以接下来 第二个层级的修饰 第二个层级的调节 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原版的MRNA 还要再去经过RNA修饰 所以我们那时候讲修饰不是要有很明显的是什么 这个RNA的长度 长度不要讨论细节 你必须把所有的外弦纸都接起来 或者是这样 你要把所有的内含纸内插纸 通通剪掉 抛弃掉 然后呢 让那个比如说第一段外弦纸结尾的地方 去接下一段的外弦纸的开始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段的外弦纸的结尾 再去接第三段外弦纸的开始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把这个录音带 录音带剪接变成是连续性的时候 那这个完整的内容出现 好这只是完成基本的要求 所以到时候呢 好我们现在拥有了完整的基因内容了 对不对 那可是这条MRNA上有使用期限 所以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事情 那记得MRNA的修饰 然后修饰的下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去保护它 让它的使用期限可以久一点点 所以呢 我们就在前面挂个GTP的头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那个GTP导过来跟后面的无碳糖的方向 完全相反 导着接上去 好 那这样呢就可以保护头 所以要加上GTP的头 那如果酵素从后面来分解呢 那我们就在后面挂很多个多线标灵纹 好 所以把头位保护好之后 这整个MRNA才算出比完成 这个时候就可以从细胞核送出去 对不对 好所以转入到这个地方终于出现 不是原版MRNA的 现在是一个真正可以拿去转移的 实质的MRNA的 所以这时候它才会离开细胞核 这样 你看 那所以接下来离开细胞核之后呢 这一个 大概有GTP的头 多线标灵纬 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让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那个核汤体进来 那这个细节当然是上次提到 其实核汤体跟MRNA的组合关系 早在细胞核就开始了 所以那个细节我们就不看的话 那现在 好 现在呢核汤体呢就进来之后 然后组合完成 然后将MRNA加起来 从基因的第一个密码子 因为现在是谈腦RNA 所以是密码子 那如果是讲那个DNA上次有提到 DNA上面的基因的密码 就直接叫基因密码 就没有 其实不算是特别称呼 所以你习惯上就这样讲 所以从AUG 其实密码子开始 那这边呢 基因的内容 按照密码的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每次移动一个密码子 每次移动一个密码子 然后一直到呢 整个转入到 不是 转移到 遇到UAA或UAG或UGA 三组中子密码子之一 OK 所以这个时候 核汤体跟MRNA之间的结合关系 基本上就会脱离了 好 所以 通常 MRNA跟 MRNA做完 丢到细胞子之后 这段里面通常不需要特别调节 因为你已经做好了 这样 OK 你已经把那个需要 可以拿去翻译的内容 已经做好了 OK 那就是翻译了 所以这段倒是不需要去特别说 我要把它停下来或干嘛的 但有一些细胞 它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明明那个 原MRNA 知识长就做好了 但我就不去修饰它 那不去修饰它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还没有剪接过的录音带 所以这时候呢 它就不会去用 所以有一些细胞 它其实会停在修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强调的原因是这边 可是处理好之后 送到细胞值 往下 重合 然后送到细胞值 所以这个段落里面 转移 这个多态电的产生 大致上 没有什么特别 好去把它停下来的 好 所以预计呢 等一下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串的 多 多态电 然后这个多态电 比如说 它的第一个氨基酸 一定是甲硫胺酸 对不对 好 然后后面呢 它到底是接上其他的氨基酸 都管 好 氨基酸也有一个字母的代号 所以以后 我们修到生化的时候 就知道厉害 好 然后 所以现在呢 转移完成 就是一条多态电 好 从这地方就可以开始谈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多态电跟蛋白质 是两个词 最好不要混 因为多态电 它在强调的就是 一串氨基酸电 好 所以 多态电是氨基酸电 应该不会有功能 好 原因是 通常 大部分蛋白质 我们要的是 它的独特的立体造型 那它只是一条线 所以不会有什么 独特的立体造型 就是一条线而已 好 所以在蛋白质结构的讨论里面 这个是属于 好 这是属于一级结构 这是线形 好 线形 好 它属于线形分子 所以是一级结构 那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它只是一条线 然后我还得把它弄成一个 独特的立体造型 这个看起来 可能会有一点难度 但事实上 有一些蛋白质 我们发现 你根本不用操心 懂 它自动会去做 有些蛋白质 你只要让 那个 该出现的氨基酸 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这一条线 它在细胞值 那个环境当中 好 比如说 一级结构再往上 的二级结构 可以讨论什么 比如说 有一种二级结构 就是 线来了 那我们要绕成 彈簧 对吧 或者是形成像 巨齿状的构造 对吧 绕过来之后 再来彈簧 没有关系 然后可能有时候 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造型 但是它还是有立体状 所以 多态链上面 不同段落的氨基酸 它那个测链 这个地方 测链上面的组成 通常会有利于 这一长串的 氨基酸的串联的过程当中 它们可以在分子内 形成像轻件 或其他的这种吸引力 甚至于是工架件的组织 好 所以 有时候 有些蛋白质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操心 它只要那个正确的顺序出现之后呢 你把它放在细胞子的那个环境 它就自动开始形成那个造型 而且不会出错 就你只要那个顺序安排是正确 那个造型自动就出现 OK 所以这是一个自组装 最好的情况 所以这时候 蛋白质自动产生了 你不用花其他的精神去生好结构 好 这样当然是最好的事情 OK 所以多态链形成 它的真正造型出现 可以做事情的 OK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上蛋白质这个词 因为一般我们习惯上去讨论 比如说运输蛋白 就是其实已经是在讨论说 它是在做什么事情的 就表示 我们已经开始在讨论它的功能了 你在谈酵素 然后酵素的本质是蛋白质 对 因为我们谈酵素是因为 我们讲说 它可以吹化化学反应 所以这时候已经进入到 讨论它功能的时候 好 所以在 还没有办法去讨论它的功能 只是要讨论它的组成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适合用多态链这个词 可是不是每一个蛋白质都这么运气这么好 你只要把那个氨基酸的顺序搞定之后 形状自动也搞定这样子 好 好 然后所以接下来的 其他的麻烦是什么 那继续的 粗糙内脂网跟高基氏体的功能 他们会参与蛋白质的合成 对不对 尤其是高基氏体 在参与蛋白质合成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特别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呢 它要去做 也是要去做 剪剪接接 所以 其实有一些蛋白质 你不要看它 转液已经做出来一长串了 其实这一串里面 事实上有些地方 搞不好细胞也不要 所以呢 它把它剪掉 然后剪掉之后呢 再看一下怎么串接 还是去做其他方式的组合 比如说胰岛树就是这样子 胰岛树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是一条单组的多态链 然后呢 它就先折叠 然后折叠完之后呢 就是先把那个造型约略先做出来 然后再修剪掉 那个不要的部分 那个就是胰岛树的做法 OK 所以 多态链一样需要修饰 那个修饰的概念 跟要麻烦那一样 就像露营蛋简简简简简简 只是差别是 这个地方才有牵涉到 要把它弄成一个的3D造型 OK 好 然后除了修饰之外呢 修饰一般比较着重在剪接 可是 有时候有一些蛋白质还牵涉到 另外一个问题 它可能要去做痰化 我们以前有讲过 不知道哪些地方有痰 讲过 免疫的地方不是有提到 那个 糖蛋白或蛋白可以当作抗原 对 大部分抗原的成分 常常都是蛋白或糖蛋白 对 对不对 那你看 我现在做出来的 好了 就算已经折叠好 它只是一个蛋白质 可是如果是糖蛋白呢 那就表示那个蛋白质 你还要挂上一个特定的糖 OK 它通常是挂糖 或者是简单的多糖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它可能还要再把蛋白质 去跟其他类的有机物结合在一起 OK 这显然的就是多了一道复杂的步骤 所以像修饰 谈话这种步骤里面 为什么经常性都牵涉到谁 经常性都牵涉到初操 初操内职管或高级事情 因为这个是工作相对有一点复杂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独自区隔的空间 来单纯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高级事体当然是蛋白质的修饰中心 而且它也是蛋白质的分泌中心 那内职管不要忘记 因为内职管它其实是有参与的 就那个简简接接的过程当中 中间的有一些步骤 其实初操内职管可以帮忙做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终于可以做出 一个是状况单纯的 它就是一个蛋白 对不对 复杂的 那它可能会是什么 真的 糖蛋白 好 甚至于到什么 甚至于到脂蛋白 等等等等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 多态链做好的 是不是代表它马上可以用 显然不是 但它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对不对 这时候呢终于处理好了 这时候它才有可能可以用 这样 好 所以再来谈一个问题 那本来以为造型通通都出现了 看似它已经有独特的3D造型 应该是可以用的 结果发现呢 它需要一个环境 你看 所以 这时候还要再分 一个是可以直接拿去用 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再衍生出一个问题 搞不好这个蛋白子刚做出来的时候 那个3D造型还没有正确 所以你还得给它一个适当的背景的条件 那最好记的例子 其实我们已经学过消化系统里面的胃蛋白酶 它刚刚从胃腺分泌出去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不活化的胃蛋白酶 什么情况下胃蛋白酶 才会开始真正工作 你看分泌出去是不是代表它已经做好了 可是你刚分泌出去的时候 只要你胃的环境还没有达到它的需求 它就不会工作 所以它的需求就是 你必须要让整个环境变成是强酸 所以在强酸的环境之下 那个胃蛋白酶才会 那个微调 让它的造型正确出现 所以这时候 蛋白子的下一个层级的问题 就是从不活化 然后呢 到活化的状态 就大致上已经形状差不多 但是那是需要一个配分的环境的问题 这样OK吗 所以你看有多少层级可以调 回到源头 回想昨天的源河 源河通常只调哪一级 就只调这个地方 就我把基金打开一个关闭的概念而已 所以它只有在转入的层级调节 那你看真合的部分 转入可以调 转入完了修饰可以调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当做跳过 修饰完之后 转移开始这个动作里面 没调整好 因为这部分其实 也真的不太需要再去停住它 所以做出来之后呢 多态电 我搞不好后面还有一段的处理过程 自主装它可能很快 比如说像细胞食当中的很多酵素 它常常自主装就搞定了 所以就不用你去伤脑心 可是细胞还有很多是会透过内脂炉跟高基 除烧内脂炉跟高基尸体去处理的那些蛋白质 对不对 所以那个地方可以调 或者你得等 对不对 如果再加上那个化学反应的环境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看这里有多少的层次 基本上是需要去做调节的 这也就是真合把自己搞得很麻烦的地方 所以同样的道理 有一天当我们想要去利用真合细胞 然后来去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象说你要考虑的环节有多少个 对不对 就比如说好了 那个以前 那个圆核生物玩基因改造 大家一下子玩腻了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玩的空间 只是说后来大家发现 其实不难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你现在在大学的一些相关的实验 基础实验里面 将来可能就会去做基因改 然后把那个荧光菌 就是荧光基因接到那个某一支大盘柑菌上面 那个超不了的真的就是A容易加B容易 然后倒下去 然后小心这样轻轻混一混 然后最后再找一支细菌来 然后再把那个AB混合完之后的东西再倒进去 然后再小心混一混 然后接下来拿一个培养品涂一涂 然后三天之后来看结果 没了 那就终于创造一次基改细菌 他在说 这个超不了真的 所以画完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想要玩真的 就发现你看 我们可能花了十年 终于找到我们有兴趣的那个基因 在这里 细节先不谈 然后呢 这基因找到之后呢 也很顺利的把这个基因的完整内容取出来了 基础细节都先不谈 结果取出来之后呢 当然还是用微生物比较好 因为微生物的就是生长效率高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大量繁殖嘛 所以就把这一段 比如说属于人类的基因 然后接到那个细菌上面 齐染 比如说它是一个生长因子的基因 那把它接到细菌上面 那你就期待那个细菌呢 愿意帮我们大量制造生长因子 所以后来呢 接上去之后 发现细菌不动 你也知道什么 你要在原核细胞内复制真核的那个架构 你光这个地方就很难搞定 因为你要去找到适当的像钥匙一样 所以你要去找到 保安内聚合美需要的转入因子 那问题是原核生物不是真核生物 所以它细胞子当中怎么会有那些转入因子 所以找到基因的内容 事实上可能是完全没有用的 就是最终 你还要得把那个转入因子 啊万一转入因子是蛋白质 所以表示你只接着这个基因没有用 你还要把那个转入因子的基因一起找到 然后把那个转入因子的基因 跟那个你真正的目标基因 然后呢 一起转到那个细菌里面去 然后期待呢 把那个真核整套的架构 完全转移到那个原核生物身上去 你才有可能会成功 这个就是为什么真核生物玩起来 真的复杂多了 但也有趣多 当然应用会绝对比较广 这样 那难度当然也比较高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这核的基因表现调节 这有没有问题 我最近有一个新闻 大家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 有个很落寞的人 他做的那个木瓜的基感 我们听到这个吗 因为木瓜 木瓜皮上面不是有那个黑色斑点那个问题 轮点病毒 那一个就是说 一听到病毒感染过 有些人吸引就会毛毛的 所以它其实是植物性病毒 对我们来讲是没影响 那第二个是那个观感的问题 大家都还是喜欢买那个美美的水果这样子 那种地方基本上就是品相不好 对不对 那万一这个太早感染的话 当然这整个果实里面的果肉可能不好 所以后来就有人去开发 那个基改的木瓜的品种 然后就是可以 再搭配温室的情况之下 种出来的那个木瓜 基本上就是品質好这样子 那问题三是基改作物 然后它闷了 是闷了十几年的 因为台湾一直不愿意让它 就是好像农委会吧 还是什么 它好像一直不愿意让这个品种 可以正式推广的 然后 所以上次就是 他有一个公式的采访里面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蛮委屈的这样子 可是我话说也奇怪 那我们那个市面上那些 基改大豆啊 基改番茄啊 所以基改的问题 小麻烦 OK 这个段落 有关基因表现调节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